在Bernanke正式宣布FOMC的会议的记录之后 整个全球的股市进行大幅的修正 但这个礼拜有一些官员出来喊话 表示市场的反应是过度的 首先是两名美国联准会的官员 罕见的批评市场投资者 他们说预期 他们的投资市场的预期 跟联准会的想法根本是脱节的 过度恐慌 这两位分别 一位是纽约的联准会的主席Bill Dudley 另外一位是联准会的理事 Jeremy Powell 两者都表明 波南克的声明只是前景 而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日历 它有前提要点 就是美国的经济要达到目标才会启动 如果没有达标 QE可能还会延长 至于传言的升息上调利率 要等上更久的时间 美股因为这两位官员的谈话 股市在当天周四一天 就立刻涨了0.77% 而且前三天连涨 到周五收盘的时候才会又小跌 美国第二季的GDP 事实上也真的 就像刚才两位联准会的官员所说的 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好 第二季的GDP 从原先预估的2.4% 下修到1.8% 就业只是微幅的改善 那么如此微软弱的数据 QE很难大规模的退场 这是CNBC的判断 而美国如果退出QE的话 谁是最大的冲击 按照Marketwatch的判断 最大的冲击将是欧债国家 其次是亚洲 还有南美的金融业 其中欧洲五国 一直因为上个礼拜 FOMC博南克的声明 十年起的公债之力 在本周飙升 意大利从3.64% 升到4.7% 西班牙从3.94% 升到4.9% 希腊已经超过11% 欧洲央行一年来的努力 都在FOMC的谈话里头 化为乌涌 说到最近全球金融市场走势 正是成也联准会 败也联准会 这一周来 指数上冲下洗 幅度之剧烈 让人看傻了眼 在联准会主席博南克 6月19号石破天津的 勾勒量化宽松政策 退场策略后 金融市场为之大乱 直到24号 全球股市依旧是杀身震天 中国由于打压信贷 金融业传出钱荒 导致上海股市跌幅最深 达5.3% 欧股也跌至11月来最低 自19号以来 全球市值总计 蒸发了1.83兆美元 但从周二25号开始 美股则一连三天上涨 天天涨幅超过白点 探究背后原因 人和联准会脱不了关系 尤其27号 至少两名联准会官员 出面安抚市场敏感的神经 两人都说市场反应过度了 联准会是会逐步淡出 量化宽松QE措施 但不是现在 而市场预期 短期利率将提前在2014年调高 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杜德利也澄清 这并不符合联准会目前的评估 联准会主席柏南克曾表明 在失业率降至6.5%之前 美国不会升息 鲍尔说即使失业率降到6.5% 也不表示联准会将立即调升利率 即使联准会的QE措施画下据点 目前近乎零的短率 也将维持好一段时间 这些言论 加上近几天出炉的经济数据 让投资人回过神来 但联涨三天后 周五又下跌超过百点 不确定性人徘徊不去 即使联准会还没有正式解码 市场却显然已开始 为后QE时代预作准备 争相把先前涌向 各类资产的资金抽回 一乡所及 全球借贷成本的指标 十年期美债值利率 周一早盘飙升至2.66% 是2011年8月以来最高 债市利率若居高不下 车贷 信用卡和房贷利率 恐怕也将及其直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等 欧洲国家公债值利率 24号急速拉高 EcoT升至近四个月高点 分析师警告 万一值利率持续攀高 欧债危机恐怕有 卷土重来的风险 欧洲央行必须设法妥善应应 尽管市场混乱已对 欧洲央行闲任和现任总裁 都力挺伯南克 但现任总裁德拉奇说 目前还不到欧洲央行 量化宽松措施退场的时机 黄金整个被打趴在地 本季的表现可能创路透社追踪 这种贵金属45年以来最遭记录 QE退场 另一个大受冲击的是新兴市场 量化宽松带动大量资金 从美国流出 这些寻找报酬的热钱 让东南亚等市场顺势大涨 如今联准会抛出QE减码的风向 过去几年的印钞政策还没退场 资金已大距撤出 使得过去两年让人惊艳的东南亚市场 仿佛失众般暴跌 以太股为例 从线图可以清楚看到 在5月底 也就是伯南克首次放出风声 提及QE减码的可能性后 太股股市便直线下滑 经历了几天的震荡 虽然全球股市暂时都有所回升 但目前看来 这个夏季似乎没有太多 值得乐观的理由 伊尔埃朗也认为市场过度迷信央行的力量 违规经济基本 美国第一季GDP从2.4%大幅下修至1.8% 显示复苏力道似乎不如预期来得强劲 主要是因为消费支出减少 但第一季已是过去世 其他经济数据或许更值得期待 譬如房市 5月新屋销售跳升至5年来最高水准 年成长率达29% 美国20个都会区的陈屋销售 房价较去年扬升12.1% 幅度是2006年来最大 也就是房市泡沫破灭前 目前房市占美国GDP的增长率 已达近五分之一 房市持续有起色 将持续提振整体经济 全球市场早已联动 洞见观瞻的联减会决策 绝对会造成蝴蝶效应 虽然剧烈波动难免 但分析师对下半年并不悲观 我认为这种事是 在任何環境我们在 世界中的地方是非常不正确的 政策是非常不正确的 政策是非常不正确的 在未来的未来 我们继续会这些迹动的 减少但在下方说 我认为这种图片的 復活力 但我一定会希望 这种復活力会在第二半的 这一年 在背后的新增络资本 与美国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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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